加拿大外交部长 沈潘8号发出推文 指出他与五眼联盟外交部长 举行视讯会议 讨论国际安全与和平问题 路透社引述加拿大官员消息 这场会议讨论到了香港问题 随后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 停止与香港的引渡协议 并对香港的旅游警示升级 警告国民有可能因国安法被逮捕 澳洲的新签证规定将影响在澳洲的1万名香港人延长5年签证有效期 并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 并鼓励香港企业到欧洲经商 至于五眼联盟的其他成员 英国延长港人签证期限5年 之后可申请永久居留 美国则提供第二级优先政治庇护 没有人数上限 香港移民加拿大与难民申请数量大增 并暂停引渡协议 而纽西兰还在研究相关政策 将与五眼联盟立场保持一致 中共强推国安法 引发国际反弹 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援助香港 制裁中共的行列 新唐人眼的电视将讲变异